寒点峡谷中那些伪装成坦克的刺客英雄 第一名你绝对想不到是谁 第十名牛魔 牛魔在出了暴击装备以后 一个大招可以迸发出1400多的伤害 一技能也是1400多 暴击伤害高达1700 连续控制顺秒圆戈 第九名刘扇 刘扇也是出了暴击装备以后 加上一技能强化普通攻击 一个旋转暴击2000多 一套控制也是顺秒圆戈 俗称控到死 第八名承咬金 众所周知承咬金的血量越低 攻击力也就越高 血量最低的承咬金再配上暴击装备 一下普通攻击伤害就能达到3000多 第二下4400 我的天哪 坍瓜切菜 第七名项羽 日从项羽出了专精装备以后 他的攻击力那是直线上升 实战中一个普通攻击半血圆戈 两个普通攻击直秒脆皮 显得那是非常的平常 第六名钟吴燕 钟吴燕一直是一个老牌强势的上单 从前期到后期攻击力一直很高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 一个二技能直接半血 也是尝试 第五名苏裂 众所周知 对面的人员越多 苏裂的大招伤害也就越高 但是即使对面的目标只有一个人 苏裂也能用大招击飞之后 一个暴击解决掉对面的人员 可谓是非常的暴力 第四名顿山 顿山这名英雄 一直大家以为他是一个辅助 很纯粹 但是他出了暴击装备以后 只需要二技能一杯 一个普通攻击 男哥就瞬间嗝屁了 我的天哪 我自己都被震惊了 第三名钟馗 众所周知 钟馗就算一件肉装不出 后期的他也会非常的肉 所以他完全可以出纯法强装备 除了纯法强装备的他 只需要一个二技能 拉过来 可谓是拉到B射手的小克星 第二名 明世尹 明世尹的大招伤害很高 而且是真实伤害 纯法强装备的他 一下大招伤害是6590真实伤害 可是我们完全可以走一下底端 把鞋子装备 还有回想法杖 统统给他卖 全部换成闲者之书 你们猜 他一下大招的伤害是多少呢 我们来试验一下 一技能连上一个大招 我的天哪 7882的真实伤害 这伤害你别说是脆皮了 就算是惨客 他也顶不住啊 兄弟们 这才是真正的刺客 第二名这么强 第一名那得奔天 兄弟们 接下来揭晓第一名 太乙真人 没错 就是太乙真人 为什么会是太乙真人呢 接下来你们看一下就知道了 纯法强装备下的太乙真人 一个一技能憋满 伤害高达近6000 满血脆皮直接被秒 腋下能秒人的坦克 只有他一个 他不是第一 谁还是第一啊 伤害靠近6000 就算了 你对 放任何等到 在这 Aí 的话 你